今天来做一道王家经常吃的红薑白菜煲 准备食材,白菜一个泡包粉丝 几片五花肉,泡包的虎竹,香菇,还有虾米 把白菜的叶子撕开来浸泡一下 这个来煮的话就非常的嫩 全部白菜行 再来把泡包的香菇切小 白菜也给它切小 起锅,烧水 水煮开,加一点盐,油 再把白菜放进去,焯一下水 加点油跟盐,可以增加一点底味 还有保持这个菜的颜色 稍微烫一下即可 白菜捞起来,腐竹也下锅焯一下水 如果是外面买炸好的腐竹 一定一定要焯水 因为外面用的油都是炸了很多遍 这是我自己炸的 稍微焯一下把它捞起来 重新起锅烧油 五花肉先下锅炒出油 多翻炒一下,这样它会吞油的 捏糕下包下包,捏糕了 香菇,虾饼 爆出香味,姜丝 白菜下,稍微翻炒一下 下煮熟 加入一点水 水跟食材吃丁就可以 少许鱼肉,胡椒粉 没有鱼肉就放盐 鸡汁来一点 鸡汁跟鱼肉都是咸的 这边把泡发的粉丝放到砂锅里面 喜欢吃粉丝或是粉丝多的人 可以多放一点 三个粉丝太少,放一点点,一丝一丝的 把白菜移过来 盖上盖子,煮开后小火煮五分钟 时间到,哇,够香啊 看这个粉丝会吸水 所以不用觉得水太多 把芹菜段,辣椒段,放上去点缀一下 盖个30秒,出味即可 搞定出锅 粉丝白菜包,口感鲜香味美 搭配香菇香米,五花肉 不用过多的流流 这道菜就非常的美味 我一时间刷处 我一时间刷处